哈囉大家 今天是1月9號 然後是一個我自己覺得非常興奮的日子 因為呢 我今天要去拿我的新手機 我現在真的是超級興奮的 對反正我等一下呢 就是要出門去拿我的新手機 然後我就想說 這麼值得紀念的moment 一定要錄成影片 所以對 但是我的朋友就知道我現在這一台手機 iPhone7 我真的是用超久 超久那一種 它應該有跨了幾代啊 8、9、10、11、12、13、6代 然後對就是 它是我在2016年在美國的時候買的 然後它就這樣一路 從我那時候在美國當交換生留學的時候 一路陪我到我回台灣念大三大四 然後再到我出社會工作 它整整陪了我快要6年 今年就是6年 第6年了 對所以 真的是用很久 對它有一份感情 也是因為裡面也記載了很多 回憶啊什麼的 當然我知道這些東西都可以備份啊 就沒有什麼問題OK 只是那份感情還是在的OK 所以我也覺得就是現在也算是一個時候要 換了換掉它 然後跟它say goodbye OK 因為它現在真的是電池就已經不行了 對 因為我就是也是那一種 我用3C產品可以用很久的人 我可以用到它 用到它掛 用到它不行了 我才寧可要去換那一種人 沒錯 所以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出發去拿手機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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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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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刚拿到手机了 回去再开箱给大家看 然后先要把东西从旧手机板到新的手机 先开起来 这个画面 看一下这个机体 无敌 超级 好 这是 可以 2 hours later OK大家我的手機歷經兩個小時之後終於轉好了 我給大家看喔 登啊已經完全都把舊的資料都搬到這裡來了 這個過程雖然很漫長但是很值得 我超級期待開始用這個新手機的 OK那就今天影片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是一個很開心的分享 對我自己是真的覺得iPhone7陪了我這個5年半 真的超級值得 然後這一次把它升級到iPhone 13 Pro Max 真的是一個非常 值得而且也換的升級的很心甘情願 然後很開心這樣子 OK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